國道上民怨不絕的車潮只能慢速前進 不少民眾提前一週返鄉掃墓 結果26號上午 國營南下揚梅道湖口系統一度止暴 車速只剩12公里 到了下午南屯道王田 王田道彰化系統 以及蒲岩道園林等路段 還是一片紅 車速只有20到40公里 不只國道變成了停車場 基門也因為農務所住機場 從二十五號傍晚到二十六號一整天 二十七個航班通通被迫取消 民眾帶著大包小包的行李 擠爆機場大廳 無奈就是打不上飛機 老天爺來攪局預估受影響的民眾 超過一千人 烏茫茫濕噠噠的天氣 恐怕還沒結束 今天晚上那邊清晨 有機會或比較明顯的雨進來 所以在這個中部一北地區 其實可以看到 這雨量上都已經比較大 所以也有區域大雨發生的機率 那其他地區受到封面的影響 也都會有一些 短暫性的降雨狀況 冷空氣報導 週末早晚低溫下探18度 加上封面帶來水氣 一估要到下週二影響才會減弱 尤其是中部以北天雨入滑 抓緊清明前週末掃墓的民眾 務必得當心腳下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